字幕提供 嗨 各位好 我是小熊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是騎士165串列輸入的模組 這個模組上面下面有一排LED 所以當我這邊輸入高電位 這一排 這個是第一隻腳 二 三 四 共有八個 那你可以輸入八個 看是接感測器什麼的 那如果你今天這邊是高電位的時候 下面這個LED也會亮 那低電位 LED就關閉 那這邊還有一個電源燈 那這些燈呢如果你不要顯示 你就把這個跳線帽拔掉就好了 左右邊的排針呢 這邊是要接你的買控 那這邊是要接你下一組模組輸入 所以你可以一直串接一直串接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空接的話呢 那它輸入進來 我要給它全部都1或者是全部都0 那可以透過這個直播開關來控制 好 那如果自己本身 如果空接 那要指定0或1 可以透過這個SWITCH1來控制 好 那如果你今天 這邊有標正負嘛 如果你今天切負 你如果今天撥往負的 那麼如果你空接 那它就會送出負的 就是0的訊號 所以如果現在全部都空接 那它就會送出0000 也就是0的訊號出去 那如果今天接到高電位 那你接高電位要注意這個 跳線負要拔掉 因為它這個電壓 也會受到下面這個LED的影響 那如果今天是把這個拔掉 那像是這樣 那它就會送出255的訊號出去 因為都是1嘛 那 2進制 轉成10進制就會變成255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這顆模組 那我現在已經有接了兩組 就是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這個電腦的螢幕呢 右邊這個串列部監控視窗 都是00 好 那我現在第二組 並沒有跟第一組串接在一起 所以 當我波動Switch2的時候 右邊的數字會變成255 好 因為我第二組是空接的 好 所以它如果空接 它的預設就是給255 那如果切到負的 那就給0 就要跟各位說明這個情況 這個Switch1呢 會跟各位demo一下 現在我的 這個 本身 輸入端呢 是空接的 那它現在是0嘛 因為我現在是切負的 那如果我現在是切到正的 那各位看到沒有改變 那是因為 這個電壓呢 被LED分壓掉了 所以它的電壓不足5 然後我今天把這個挑線PIN拔掉 它就會復正常 就會預設輸出25 然後我再切到負的變0 切到正的變25 OK 那現在我接到我自己製作這個 邏輯設計的 一個測試的工具 那 我這個開關呢 往上切 它就是輸出1 往下切就是接地這樣子 那我先切第一個開關 是1 然後第二個 那因為它是二進制的 1 2 4 8 16 3 2 6 4 1 2 8 好 所以我個別切1 1 2 4 8 12 16 32 64 128 那如果你再切1 那就加起來 好像是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 按照這個方式呢 去讀取這個數值來判斷 現在目前 呃 你接的感測器 是什麼狀態這樣子 比如說光明電阻啦 聲音感測器啦 或是其他的Fiver 好 那再來第二組 第二組 要跟第一組怎麼接呢 就是透過 六條線 就可以串接了 裡面也包含電源 那就直接從這個模組的 右端 接出來 好 那接到下一顆模組的左端 好 那接到下一顆模組的左端 好 那接到下一顆模組的左端 1 2 4 8 16 12 6 4 7 8 像這樣 就可以去讀取 同時讀取兩組 呃 模組 那這樣子總共就有16個開關 也就是你可以接16個感測器 好 那如果你今天繼續串接 當然可以去讀取很多的資料 同一個時間就可以讀取很多的資料 就是讀取的瞬間非常快速這樣 那如果你要繼續串接下去 這邊就是去讀取模組的訊號 這是第一組 這是第二組 那如果你要多讀取幾組的話呢 第一個先新增變數 那因為這個是7465資料暫存 那你這邊再新增一組讀取的 那我輸出是放在這邊啦 你也可以不要輸出 你也可以直接運用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太多的話 你可以透過4圈 好來擴充 好 用4圈擴充會比較快 好 這就是這個模組的好處 之後我會再 就是跟各位說明 這個7465跟我製作的74595模組 兩個搭配起來 可以來製作 撒描式的鍵盤 好很簡單就可以擴充 64個按鈕這樣 那這個模組呢 就介紹給各位 那如果各位 有喜歡 那請記得 幫我 在影片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如果有需要這個 模組呢 可以到我的露天賣場 來看一下 好 謝謝各位 照片 按鈴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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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